靠姐 你还真来了 很有勇气啊 我有什么不敢来的 大家都是公平警察 公平警察 你们捧着些过时的东西 怎么和我公平警察 你别忘了 我们定制组可是董事长 轻点参加年度盛典的 说传统工艺过时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懂得 他们的艺术价值 丢了一个设计师该有的初心 我们都是瑞华旗下的品牌 都是公平警察 不需要你的招待 你还想跟我平起平坐 也不天亮天亮自己的本事 行了 时间快到了 走吧 你们的感情问题还没解决啊 不管你们发生什么 现在是工作 是瑞华年度盛典 记住了 千万别把私事 带到工作中来 真是不懂啊 董事长为什么要让定主组 这个快被淘汰的部门 参加年度盛典 高杰还一副瞪鼻子上里亮了 真是可惜 牢骚发完了吗 我来这不是听你发大也姐脾气的 与之 chlor 终于说话一切啊 让他说 什么事啊 营销事件的宠握已经过去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站出来 澄清一下我们的关系啊 别人看我们朝夕相处 有自己的猜测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在外面散播谣言 别人敢在你背后议论你的八卦吗 是 你可能觉得这样是变相的营销 可是我不喜欢这样 听你这话的意思 和我困绑在一起 你吃亏了是吗 营销事件我们还没吃亏吗 好了伤疤忘了怎么了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会心的宣传 既然别人已经误会了 那我们现在跳出来 只会越抹越黑 一切等到年度事年结束以后再说吧 好了 辉会的想法也是有道理的 这次我们的扭转局面 多亏了辉会的影响力 我们是合作伙伴 要相互包容 一致对外 既然余职不喜欢这样的营销手段 那后面都交给我来负责 捐测英明 我先走了 他什么意思啊 我给你说过的 他不会屈服 看到了吧 他能喜欢一个人努力争取有错吗 他能喜欢一个人努力争取有错吗 请进 表姨 小姐 年度盛典准备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只是第一次参加 没有经验 不知道有没有漏掉什么 你不要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只要自己尽力了就行了 这是年度盛典的客户名单 好好把握啊 这些都是镶嵌组曾经联络过的客户 你是想让我去跟余职他们抢这些客户 这些客户啊 最喜欢有新鲜感的东西 所以他们应该会跟刚刚成立的镶嵌组合作 不过你现在在定制组也有很多新的作品 所以他们一定也会感兴趣的 多跟这些客户联系联系 对开展业务很有帮助 但是 怎么了 怎么看起来 不是很积极的样子 我只是觉得这样做不太好吧 我是想保住定制组 但不等同于去挖对手的墙角 你以为余职他就不会去动别人碗里的东西啊 你看 他和余翼跟吴小慈母女合作 就已经证明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了吧 余职和吴小慈高会绝不是一路人 你还替余职说话啊 不是 只是 我在镶嵌组的时候曾经跟他有些接触 他做人做事还是有自己的原则 原则 你看他 一进芮华 就迫不及待地要跟我作对 对肃金组 还有芮华坚持的传统 对他们这些急功近利的年轻人来说 根本就一文钱不值 为了营销那个会心系列 你看看 他跟那个高会弄的这些绯闻 你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啊 表姨 谢谢你啊 不过我还是不需要这些了 小姐 你要想清楚啊 这些客户 对你参加年度盛典的结果 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难道 你不想保住定制组吗 我当然想 不过 我不想用这种手段 我会用自己的办法 光明正大的 赢这场比赛 你们的展牌挡住了我们的展位 请你把它挪开 凭什么 我在我自己的展位不展 又没越界 那好像无权干涉吧 你这样挡住我们的场地 我们还怎么展览 高会 你真有本事 你就堂堂正正较量一回 少用这些小手段 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展牌我就放这了 你自己展位的事情自己解决 不会不展也别赖别人了 你会打成吗 你同意 会打上那种 霍霍 你这么做也太明显了 一眼看过去就知道你在 针对定制组 严度盛电 一些都要以公司大局出发 何必做那么难堪呢 可是这火明是他先挑起来的 难道我要忍气吞睡服软吗 你怎么了 眼色这么难堪 我没事 我去那边看看 赶快着 我去那边看看 我先打紧 加入电视员 放进来 回去 我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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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你 思诚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瑞华会在这儿 举办年度盛典 我猜你会来 所以过来看看 我们这次是代表瑞华定制组 来参展的 跟那些老前辈一起学习 学到了很多 我们这次是代表瑞华定制组 怎么样 一个人应付得过来吗 还行 工作上肯定会遇到些小问题 不过我能解决 你们这个牌子 刚好把你们的展位挡住了 特别不适合吸引人流 但是如果 入口的位置改变一下的话 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你的意思是 是这样吗 好 好 对 哈哈哈哈aho 四程 没想到你还会用这种办法 可能是因为在凡思待久了 多一些经验吧 你